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顛狗編輯失文集,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顛狗編輯失文集,香港攬炒之城》 現在已經有現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或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向遇,欲購重促 所以有很多人說他抄Telence Money 我也要講一個公道說話 其實他不是抄Telence Money,是有感而發 因為Telence Money變成經典 而且他那層次也高很多 他自己都不是攀登那個位置 但他藉著女主角的眼光 所以你看到他的構圖 就是這個女主角跟天地之間的關係 突出了她作為一個女性導演 一個女性的眼光來表現出來 你會發現他跟Telence Money有不同 多了另一個層次,但不是比高低 你會看到他找到自己要用的方式 沒有的,譬如說你一個新進的導演 他不一樣以前一定有看過很多電影 你說影響一定有的 但我們都可以討論一個問題 譬如說究竟剛才這麼瑣碎的東西 那他有沒有鋪排的呢 還是當他拍幾錄片那樣拍呢 因為不是的 因為大家留意 就是他初頭他日 他切入這個女主角 就是一些生活細節 但慢慢發現 就是他好像有些結構石 結構在那裡 大家留意有兩場戲 他是說了莎士比亞 一場就是他遇到故人 就是一個朋友 就是兩個女兒 他跟女兒的時候 他念了一段 劇情就沒有交代什麼 但我們讀開 我們知道就是Macbeth 其中一段 就是講人生的那種虛無 第二段就是他遇到一個年輕 那個年輕人其實也是重逢 他這部電影有很多重逢 就是大家迎面 聊過一次 接著過了一段時間 這場的過程 不是的 他又回來又遇到 那天跟他聊的時候 他就說他有沒有女朋友 他問你有沒有寫詩 寫詩的意思就是 其實你會不會哄女生 那男生就說我不懂 接著他又練了一段 那段也是三十幾下的 但那段就是Sonic 是詩來的 導演楊翔說 但其實這些有結構在那裡 他不是亂來的 不是說你扣亂了 或者不出武 其實這些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是一個文學的傳承 或者是說他精神的傳承 不止於添奇 因為如果你看到這張海報 你看到他很有型 一個流浪的女人 那條裙子很厲害 很容易弄髒的 還有他有尤燈 整個那個異象 我想大家看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的 好像剛才的台長 他所說的 他用了很多文學的異象 不止的 這個三十八歲的趙婷 應該是一個動畫迷 他裡面有公其進的異象 包括這個鏡頭 大家都看到 他應該很公其進 還有他有一件事 其實很好笑的 你剛才說的 當他回家的時候 那個是他的妹妹 但我又去看的時候 我跟有一班人看的時候 都覺得那個是姐姐 這個是妹妹 如果那個姐妹妹 你看到他有這些 巧妙的設計的話 這個好像看似倉老的一個女生 其實她是一個少女 可能她就是 趙婷自己的一個投入 因為三十八歲的一個女生 就已經變成一個很浪人的世界 那哪部戲呢 就是哈爾移動成寶 你會看到 如果你把哈爾移動成寶 那個故事的結構 套進去的時候 他有一架移動的白車 還有他在荒野 看到那個婆婆 在那裡吃大雪卡 那個就是哈爾移動成寶 那個最經典的 有一個角色 就是一個叫荒野的女巫 好像麥伯 裡面有三個女巫 其中一個就是很喜歡吃大雪卡 他裡面有浪衫 很多的視像裡面 你會看到 他其實就是用了這種手法 套進一個這麼流浪 你看似好像很隨意的世界 他做了一個結構出來 那那個結構就是 藉著那個結構 就把很多這些叫浪漬天涯的一些經典的故事 還有或者一些觀眾 他看電影的時候 有這些感受的回憶 都套在一起 變成了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個裡面拉闊了 不是就這樣表面的那個世界 那個就很依靠你的 你讀書多不多 看戲會多不多 如果你讀書多 你有時候有這些元素 就發覺這種 他變成戲劇 就放了下來 我覺得他看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 這個動演 他很年輕 他把這種浪漬天涯裡面 其實本來是一個老人家的世界 他就找到一種生命力出來 但這種生命力 講到最後的時候 他就不是一種炫耀自己的那個技術 而是他實在是 他很真心 他很投入到那個世界 因為很多人都說 他其實對於 這部戲裡面 很多出場的人物 其實都是真實 他在那個現場 見到然後找他 我們一起去拍 我想其中一個 生癌症的應該是真的 阿波就更是 說兒子自殺死了 那個阿波也是 所以他那個拍法的方式 就表現不是純粹老作 我覺得這種 是一種新世代拍戲的方式 尤其是年輕人 你會看到他是 雖然這個故事講的那種心態 未必是他的那個心態 但是現在年輕人 很喜歡看老人家的那個世界 又找一個 找一個戲劇出來 我覺得他就是找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立腳點 另外一個也很值得討論的就是那個 自然景 美國的電影就很多了 譬如說John Ford拍《太合谷》 也有《惠鳴》的《魔鬼山》 但他這次是拿到一些 相當之厲害的景 我不知為何以前美國的導演 沒有用到 尤其是在那個 有洞的那些山丘 好像一個迷宮 其實這些星球大戰都可以用 但我不知為何 反而美國導演自己本身 沒有怎樣用 他又不是完全沒有用到 但是他沒有這一部 去德國叫做《人境相容》 很多德國女主角 他去拍攝 你看到他走下去的時候 真的不是特技 身在其中 他又很適合拍這些戲 雪花高 他上高山 都已經令到整個景色不同了 人境相容 角色和景物都不同 這裏我要補充一點 因為他去到雪地那些 我自己去過 那種感覺是很奇妙的 天地窮瘡 即是你會想到 如果有一天 我在這裏 我調失了 那怎麼辦 所以你剛才都說 很多人都說 為何美國人不拍 其實就拍了很多 李安納到迪卡比奧之前 即是那部《復仇》 《復仇》 都是找到一個 它是北邊的 美國的那些荒野地方 這個就找到 它中部的那個 那些荒野的 那種很漂亮的地方 一邊出來 即是人去到那裡 即如果你選擇 當你一醒來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世界 是在我家 立即可以進去廚房 做早餐 給你那個好 還是面對天地窮瘡 那樣也好 這部電影 就是在這裏提出了 一個這樣的疑問 這樣的 問觀眾 你們看的時候 講回自己那種看法 那種感受 對於近年的《荷里活》來說 這是一個清新劑 因為這類戲本身 之前幾度講 不是沒有人拍 但拍到可以成為一種主流 即大家主流是認同的 其實是很難的 我相信也要歸功那個角類主角 因為它有頗強的江湖地位 所以這部電影也有相當多的獎項提名 那你自己喜不喜歡這部電影 我其實也有一個距離 但是以一個影評人來看 就是今年的《奧斯卡》 其實我覺得都應該要給它 因為它實在是打破了一些鑑膜 尤其是這位華籍女導演 他拍上來的時候 可能因為他是華籍女導演 他可以 大家看完的時候 就放下那種種族的分歧 大家都一起 但我的疑問就是 如果這部電影不知道是導演 那你會不會猜到他的背景 我猜不到的 因為趙婷是不熟悉的 趙婷是不熟悉的 有一個不好處的地方 這就是他的身份 他那樣東西 就令到大家有另一個看法 但是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只要入到 他裏面其實是年輕人的世界 你會看到 他就算是女主角 這部電影的定位 他裏面說的 他有一些東西 是真是年輕人想的東西 包括其實他裏面 是不夠深刻的 有些地方 就不夠深刻 但你就會 他覺得 你不夠深刻 你不夠 不是很入到那個世界的質感 但是你是那些人 最關鍵是 我覺得這個導演 他帶給我們看到 一個叫做新的 遊牧人的世界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 是好看 是好看那一代 但你說令到 變成很經典 簡單來比較 不要說到那麼抽象 譬如Telens Malek 那時的Dates of Heaven 我們印象是很深刻的 他碰到那些山 碰到那些水 裡面 他讓我們看到 那個不是我們常常認識的山 或者是常常認識的水 那是Dates of Heaven 即是經濟大蕭條 那時 美國的世界 即是那種質感 所以是有這種分別 所以你說這個 他是不是變成一個很永恆 即是永恆偉大的電影 其實不是 但他是一個清新的一部 我覺得很難要求他導演 他畢竟都是一個新導演 也不是拍了很多部 但這部片的成績 我可以說是相當不錯 但我也同意阿杰奧說 你又不需要普渡 說怎樣怎樣 事實上 我相信有些人看 他是覺得悶 這個一定會 亦都有人會質疑 就是裡面 特別是女主角的 一些情況 有些堆砌 但我覺得這個 是出於戲劇的效果 而不是說 要有什麼商業元素 事實上這部片 商業元素比較少 所以有一段 他很有趣的 就是他走到那個 Midwest那裏 即是沒有人 就在上了這個 Avangelist 是嗎 這是他們 我想 無論是女主角 或者導演 對那個荷里活 的一種表態 有回應 是 無論如何 大家看這部片 事前 就有一些期望的調節 不要覺得 看一些 Avengers 那些 需要你 一些人生的月曆 一些的感受 或者 尤其是近來 在香港 對一些生命的思考 你就會 可能對這部片 有一些共鳴 是 Anyway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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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